这个机器呢 就是这样 整体就是这样 我现在还没有清洗啊 现在先把操作视频先拍拍一遍啊 那么先从后面来来开始讲 后面这是一个烧料的啊 一卷一卷面料 放在这个位置啊 这是一个锁头啊 对吗 你把那个拉开来 装进去 然后拉开的时候 这里有弹簧按住拔掉 那么不卷用完了 那么换一卷不卷再装上去 然后装进去后扭一下 因为它这个下面带牙杆的 把它要一定要夹紧的 它里面有指线管 把它一定要夹紧的啊 那么这边是刹车 这边刹车 因为这个布比较小的了 用呃 速度皮带的话 没办法弄 因为它太窄了嘛啊 所以要用刹车 用刹车啊 这个是条刹车的松紧的了啊 这边是个刹车嘛 条刹车的松紧的了 不能刹太紧 也不能刹太紧 刹太松 这个布会搭了下去 刹太紧头 不拉不动 就拉变形了啊 这个比较简单 嗯 那么这边是放 放这个 x 光线的呢 一卷线 那你就啊 一卷线 那就就直接在放 放上面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托盘的吧啊 你还把这个布卷 这个线比较大的话 那么会掉的下来去 所以呢 做一个塑料托盘啊 那么这个线呢 上了之后呢 这个铝 呃 这个不锈钢那个啊 那么线拉了之后 经过这个不锈钢这个啊 那这个撬的高一点 是吧 锁到这里的 跳的高一点 经过这个环 要不然线会打中吗 然后再下来 下来之后 那么经过这个笼子 经过这个笼子 下面是超声波 下面超声波 等一下我来拍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气缸 这是一个气缸 瞧这个瞧这个压 瞧这个压的啊 就是线有没有压上 有没有压到超声波上 有没有焊上 这个气缸可以瞧的 你把气缸打一下 哦 就抬起来 穿破的时候 抬起来 压去之后 呢 呢 哦 这个气缸 这是气缸 可以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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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得松一紧的啊 这是个手动瞧的啊 那么 线刚刚好 呢 刚刚好把线压上就可以了 刚刚好把线压上就可以了 不要脱落就行了 不要压太死 压太死把线就压得啪开了 就啪开了 压得太轻的话 线呃 压不到的啊 啊 那么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手扳法啊 呢 不穿布的时候 把把胶管打开 这是个手扳法啊 不穿好之后 把手扳法放上去 那胶管就落上去了 开起来 落上去 对吧啊 一定要落上去 不落上去的话 这边齿龙咬不到位 咬不到位 它就不转了 这是个牵引 因为没有牵引的话 他这个不会拉变形 而且 这个缝线的时候也不好缝 它不稳定的了啊 那么 这是这个 呃 这是这个气缸的手扳法 那么这是超声波 这是超声波 超声波 一般挑好之后 也不需要动它啊 也不需要动它 那么 然后 这是超声波的开关 这是超声波的开关 那超声波 现在已经有 已经有超声波了 那就超声波的时候 然后这两个指针 上面这个是发布的频率 对吧啊 那没有了 发布的频率 这个是开动之后发布的那个输出 是吧啊 啊 这这几个是超频率的 我们挑好的 你就别动它 对吧啊 一般这个打的一档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个回线比较 细的了 所以它这个功率不需要太大啊 那么这是一个那个超声波的一个信号 然后这个按 按下去 啊 那这个按按去 它它它它就不 它就测试用的了 它这个测试用的 按下去它就拨 这样就没有拨 我把这一个线引到前面来了 就超声波一个 那个超声波启动的一个线 对吧啊 对 把这个线引到前面来了 你就把前面就可以了 后面就不需要管了 这是一个无机变子器 这是一个无机变子器 这个无机变子器呢 是穷 瞧啊 瞧这个笔竖的 你的说 我就是瞧那个张力的 妈 紧张松的 瞧张力的 一定又要是呢 这个转速啊 能瞧 这个无机变子器带上来之后 瞧 这个胶果呢 这个牵引的这个转速的 这里的转速 要跟这里的转速 那么要匹配 要1比1啊 要调的1比1 这两个胶果 这两个胶果的转速要调的1比1 你后面这个太快 前面这个太慢 它不直接就松掉了 后面这个太慢 前面这个快的话 不就拉的变形了啊 这个调调调这个的嗯 这个 你调一下看 怎么个调法 你看啊 把这里一个手把这里拧住 能 拧的时候一格一格你就可以了 不要干干干你很多 你有很多都太松了啊 要 机器带正常用的潮湿好的机器 这里的布的摸到起时候 我要不松不紧 刚刚好 中间这一节 不松不紧 刚刚好 太太紧也不行 太松也不行啊 那么 这里是一个倒布的 这是一个倒布的呢 不就这样穿的啊 不就这样穿 过来之后经过超纯波 啊 经过牵引拱 经过铝导拱 那么经过这个倒边器 对吧 经过这个倒边器 这个倒边器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 你看啊 这个倒边器是个斜坡 一定你越往这边拉 它这个 它这个会往下 那么 你这个手笼往那边越拧啊 我左边越拧 它这个不就会越高 就是你不有花有窄 所以你这个调 调什么原因呢 就调的呢 下面这个 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 这个布的这个边边 这个布的这个边边 就是这个布下面 这个下面这个边边 哦 这是产品啊 这个布的下面这个边边 一定刚好挨在这个托盘上 太高的话 这个布它就容易容易有点弓起来 太低的话 就夹进去了 就夹在这个里面去了 夹进去吧 把机器就憋坏了 这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是调这个高低的啊 就这样的 那这里还有一个无级变速器 这个无级变速器是调这个牵引过的 调这个牵引过的速度的 比速的 可能比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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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 就是瞧着来个这的这个比速的 一定要比速要一模一样 比速太大也不行 比速太小也不行 这个不不能搭的 不能搭的 一定要拉的刚刚好 不不解不松 刚刚好啊 那么这么是折叠折叠点拱 这个给我调好的话 你不用弄它 开的直接把螺丝紧紧就可以了啊 不要去乱动啊 那么这是变频器 这里我调好的参数 你不要动它 这是机器的大脑 调好之后 千万不要动它 动它 这些参数都不能动了 这都不能动了 你只要拧这个就可以了 拧电位器就可以了 这个电位器 跟这个电位器 它是外接的 你这个现在已经没用了 我这个外接接到这里来了 因为这个太小了 你容易拧坏掉 我再接一个大的 拧起来方便一点 这个是技术器啊 这是技术器呢 这个是技术器的开关 这是技术器的开关 我现在是中午呢 发货的时候 我会把它换成英文啊 这是集停 这是主机开 主机关啊 那么这是呃 你速度的就是速度的开 呢 呢 哦 调快慢的 老师的有技术了啊 技术就是跳 跳片 跳高 是吧 那这个就是技术 我现在设置20的 等一下我把技术器的设置原理 我会再拍一遍 然后接电 关掉 先关掉 把机先关掉 然后关掉 我给你看接电啊 接电 那么就是你拉过去设备到你场里之后 你只允许接电跟接气就可以了啊 正常开就行了啊 小配件我都给你放一点的啊 去那下面有个管子的 那这里我接这个下动出来 有个管子 我从这也会拔掉 你直接插这个气管 控制机插这个气管就可以了 那么电的话啊 接这个主线 别的线都不要动 接这个主线 你看啊 脑 挨了一挨了二挨了三是火线 恩是零线 一定要接380伏的电 那么三个火线一个零线 三个火线一个零线 恩是零线 切记千万不能结束了 结束机就全部烧掉了啊 这个变频器也不能动它 这是一个空开 机器不开的时候把空开总共打下来 打了 打了就没有电了 喽 全部没有电了 推上去 特意车有电 那么机停 这个是机停 遇到解极情况 机停按下去 机停打的时候 你看上面有箭头的啊 上面有箭头的 机停打的时候 一拔就起来了 对吧 机停一打下去 就机器就没有电了 对吧 这个是电位器调速度的 机器的速度 这个机器比较小 速度不能开得太快 速度一般开到差不多个20赫兹就够了 现在是10赫兹 开到20赫兹就够了 这显示20就够了 不能开太快 开太快就摇坏掉了 这是技术器 这是技术器的开关 主机开 主机关 急停 对吧 别的也没什么 这个机也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会把它清洗一遍 打木箱